是 你们知道我的分贝是多少吗 分贝 一百二 四 然后呢 最接近的那个值 就是获胜 你怎么都拿出来 我还没亮出来 就这样好了 这样已经一百了 大三的红 一二三 哇 两百五 不对啊 等一下 一百 多少 还没我刚刚刚呢 刚刚一百二十多 现在才一百零几 你揪我一下吧 好 来一起 来一起 一 二 三 是要揪我吗 嗯 你把我吠蒙了吧 啥 我以为我让你揪 你让你揪 你啊人家干嘛呀 我以为他让我揪他 我们大家都来试一下 来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终于 终于 一一八 在揪我的蜡条 哎呀 刚才一百二十一 这不是他平时的大小 对 对 为什么 好爽啊 72.6 72.6 压米 不是 压米有点被毒牙的 啊 没有压米 来 哎 附近 来 附近 附近可能五十多 预备 开始 一百二十九 一百二十九 那你平时说话为什么那么小时候 我想听听平时附近说话的时候的分贝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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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 等会 你不要说他就变高了 好 自我介绍一下 一辈子 一辈子 你没问题了 这有啥说 我来 我从来没有这么喊过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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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惊残了 我以为敏敏也会说 赛本 然后因为很难喊了一个 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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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 二十一 给我 我什么时候能轮到 这边十一个人什么时候轮到我 要成立军 赛 要成立军 赛 哇 哇 一百 一百二十八 哇 可以 可以 Charlene 哈哈 完了 坏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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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所以你看 为什么炒团炒 每个人平均一百二 moss 下一题是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们 我要吐槽 咱们要说很多 呸 手机上写了这么多 我要吐槽一下 他因为他很喜欢听音乐 然后他每次一发现有什么好听的歌 他说 Yummy 我有一首歌很好听 我要给你听 我说不要 就听一下 我说不要 我真的很快 那好吧 那我自己听 然后他开工放 太好笑了 没有 我就是想要把那个好歌分享给你 他还有什么看到很有趣的视频 他说我给你看一个超级好笑的 给你看 给你看 好不好笑 好不好笑 好笑 我说不好笑 不好笑吗 你再看一次 就是喜欢分享我的快乐 有了 有一次机场 都要觉得不是穿得比较性感吗 那种叫什么一字尖 一字尖的波点曲 然后下面有人拍 傻 他不是拉衣服 他是整理自己的仪容仪表 因为我也想变得跟你们一样美丽 我之前都是穿练功夫去机场的 他们说要去机场 你们要不要换衣服 然后你们就开始各种换换换 然后我就 为什么 然后出来的图就是 我要穿个宝 大家觉得我一直都是陪着你的人 我也陪着你的 OK 因为我每次发现大家都好勤快地化妆 我说没事 反正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然后出来突出的时候我发现 天哪 还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自己要走什么 就是先从身边的人开始的 然后看学习的老师 学习老师的感觉 然后再找到自己的东西 那反正我就觉得 段间现在已经慢慢地找到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就是因为一开始他刚 我们刚成团的时候不是就拍杂志 然后拍一些工作 但是对很多 对我们来说其实有点快 跟没有那么的 适应 对很适应那样的节奏跟生活 然后今儿是觉得自己问题最大的那个时候 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就也哭了 他就说为什么我就这么丑 为什么我就不 就是我为什么穿这衣服不好看 我说不是你不好看 是你还没有找到自己那个最 因为他总觉得那时候自己胖 然后总觉得那时候自己不好看 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刚刚青春的样子 不是 你知道我就是每一次 我之前的时候就是每一次 比如说之前开始 就是我们每次上舞台啊 试装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大家穿衣服都那么好看 我感觉穿什么都好丑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该怎么办 然后就是 我确实能感受到他心里的那个难受 就是我就会质疑自己 但现在就很好啊 他的内心有一种 不一样的光 在他身上 因为如果是我和大娟的话 我们就从101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设友了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 大娟给我留了很多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时候 怎么说从一开始呢 我会觉得是一个小姑娘 然后嗓子特别好 就是唱歌很好听 学习自己专业 想让自己进步 我是觉得 在这方面你很认真 我觉得是 你是我一个很 很可靠的一个妹妹 就是有种那种 霸道总裁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这样子依赖他 你知道吗 在每一个年纪都有属于自己的魅力 跟自己可爱的点 跟自己散发出来的气质 那时候你散发出来的气质 是很可爱的小女孩 对 而现在你散发出来的就是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少女 对 就每一个阶段的你都是很好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至今还没有克服的一些恐惧 对 到现在还是很害怕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东西 怕黑 怕高 怕猫猫虫 怕羊超越 怕赖美云 怕吴轩宜 怕许孟杰 我觉得可能是害怕 失去 害怕别离吧